婆婆高烧四十多度 内脏都快被煮熟了 却坚持要盖八层后面被捂汗 我告诉她那是中暑导致的热射病 如果不及时治疗 严重时会导致多器官衰竭而死亡 老公却不以为意 这就是普通感冒 发发汗就没事了 去医院只会被医生骗钱 再说我妈身体正硬了 怎么可能会死 我没理会老公 坚持打了急救电话 并脱掉婆婆的衣裳 用打湿的床单替她暂时降温 还好只是轻症中暑 又送来及时 一番急救后 婆婆躲过一劫 可看到脚飞丹时 婆婆和老公一直埋怨我 我妈本来就没什么事 都怪你非要送她来医院 这可是我的棺材本啊 现在全没了 都是你这贱人 把我的棺材本骗没了 还说我得了重病 我看你最该死 于是他们把一整瓶浓药 灌进我喉咙里 再这么年 我回到了婆婆发烧这天 她正闹着要盖后被子 才38.5度 我就不信还能烧死我不成 去医院多浪费钱 我自己的身体 我还不清楚吗 就是普通感冒 我这被子出出汗就好了 刚子 别听得见人瞎说 却给我多拿几床后被子来 耳边一阵锅躁 我睁开眼睛 当看到墙上的日历时 才确定自己是真的重生了 听到婆婆的话 不等陈刚反应 我率先跑去橱柜 抱了八床冬天的后棉被出来 看了眼外面 接近40度的高温天气 以及室内紧闭的门窗 我贴心的替婆婆盖好被子 妈 你说的对 你这就是普通感冒 都怪我刷视频 刷了一点魔证了 你看这辈子够不够 要不要再多加一层 婆婆诧异地看我一眼 随即冷着脸教训我 不用了 我现在已经开始出汗了 不过 你嫁到我们陈家这么多年 一直不下蛋 连个忌妒不如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再生不出儿子 我就让我儿子休了你 我们陈家可不要闲人 嗨嗨 婆婆说完 猛地咳嗽两声 我站在一旁 默默朝她看过去 只见她额头不断冒着热汗 脸色潮红 看起来虚弱不堪 这是中暑前期症状 如果不加干预 只会越来越严重 听到婆婆咳嗽 老公立刻大表孝心 端来一杯滚烫的热水 妈 多喝点热水 对你的病有好处 我满脸冷笑 看着婆婆忍着烫 硬是把一杯热水关进肚里 真的愚蠢啊 烧成这样 不想办法赶紧降温 反而火上浇油 前世婆婆高烧不退 身上滚烫灼热 却还要盖后被子捂汗 我告诉她 那是中暑导致的热射病 如果不及时治疗 严重时会导致 多器官衰竭而死亡 却被婆婆指着鼻子大骂 我不去医院 医院都是骗钱的 你这件人 就是想害我多花钱 老公一向于笑 听她妈正说 也跟着反驳我 莉莉 我妈说的对 这就是感冒而已 你别起人忧天了 再说我妈身体那么硬朗 怎么可能会死 最终我不顾反对 坚持叫了急救 并替婆婆做了暂时降温的措施 送医及时 这才挽回了婆婆一条性命 却没想到 婆婆出院后 不仅不感激我 反而责怪我 让她损失了棺材本 她和老公左右夹击 在医院门口狂扇我耳光 我妈本来就没什么事 都怪你非要送她来医院 这可是我的棺材本啊 现在全没了 都是你这件人 把我的棺材本骗没了 还说我得了重病 我看你最该死 我被打得鼻心脸肿 奄奄一息 但他们依旧不肯放过我 当晚 他们把一整瓶农药 灌进我的喉咙里 逼我眼下 毒药入腹 我神志不清地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 连呼救都不能 只能感觉到 婆婆一脚接一脚地 往我肚子上踹 死后 他们更是把我的尸体 扔进猪圈 得意地看着我的尸体 被一点点啃食干净 好在老天有眼 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这一次 我发誓 绝不管半点闲事 不仅如此 我还要亲眼看着婆婆 全身器官腐烂衰竭 暴毙而亡 上一世的情景 从脑海一一闪过 我心里的恨意 也不断拍声 但很快 婆婆咒骂的声音 把我拉回了现实 莉莉 我儿子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你是死人吗 还不去做饭 记得把院里那只公鸡 杀了顿汤 给我儿子补补 他最近都瘦了 我攥了攥拳 暗暗压下心底的怒意 点头答应 费了好大劲 才把公鸡抓住 厨房里 小姑子正在用电炉 帮我烧火 看到我捏着手里的公鸡退毛 怕我一个人手忙脚乱 他连忙跑过来帮我 嫂子 你别大理我妈 她就不骂人 我觉得整个家里属你最好了 看着眼前的小姑子 我的心瞬间升温 前世我被亲生父母卖给成家 自从进门 她的母子便对我呼来喝去 非打即骂 只有小姑子记红 对我嘘寒问暖 每天帮我一起做饭洗碗 我死后 也只有她偷偷替我烧纸 哭着说想我 可惜没多久 婆婆就把记红 卖给将死的 七十岁老学子换彩里 以至于她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想到这些 我心疼的看了记红一眼 然后将电炉灭掉 直接用灶台起火 越烧越旺 厨房的灶台 连通婆婆房间的炕头 这头一烧起来 那边立马就热了 记红见状 有些不解的看向我 嫂子 妈不是说让我们用电炉做饭吗 灶台只有冬天才用呀 用电炉废电啊 用灶台多省电呀 还能给家里节省一笔开支 听完我的观点 小姑子点头如捣蒜 我笑笑 随手又往灶炉里添了一把柴 这大热天 婆婆浑身冒汗 又里三层外三层的 盖了好几床被子 再被这热火一烤 保准让她舒服死 果然才烧没多久 那头就传来婆婆 杀猪般的惨叫声 杀千刀的 这炕头怎么越来越热了 儿子 你快来 我怎么感觉喘不过气来了 婆婆的声音逐渐虚弱 陈刚跑过去的时候 我也急忙跟了上去 生怕凑不上热闹 刚进屋 就看到婆婆浑身热汗 赤身裸体的 从被子里正拖出来 一看到陈刚出现 便满脸委屈 猛的扎进她怀里 对此 我早已习惯 自从结婚后 婆婆对陈刚 要比我依赖的 多 进屋从不敲门 洗澡的时候 要让儿子搓背 洗完澡 要让儿子帮忙擦身 就连睡觉做噩梦 都要半夜跑过来 让陈刚抱着她红睡 已经不正常的 有些变态了 对此 我稍微有些不满 她就会对儿子困诉 就像现在 她正指着我 对陈刚诉苦 这么热的天 她竟然把我的炕头 烧那么热 儿子 这些人想要害我 陈刚的眼神落在我身上 充满恶意 我连忙解释 妈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 你感冒了 只有多出汗 才能好得快一点 我这不是想着 把灶火烧忘点 你身子底下热了 不就能捂出更多汗 这样感冒也能好得 更快一点了 不然严重了 去医院岂不是要花很多钱 听到花钱 母子俩的脸色瞬间变了 陈刚点头表示赞同 转过身安慰婆婆 妈 莉莉也是好意 你就别怪她了 你快先把衣服穿上吧 别着凉了 婆婆一边穿衣服 一边抬手在额头摸里一把 神色欣喜 儿子 我好像没那么烫了 不烧就好 说明你身体硬朗 陈刚敷衍答应 随后抱着手机开始打游戏 什么身体硬朗 这明明就是烧到极致的表现 真是蠢货 我笑明明上前 把一件厚外套递给婆婆 妈 为了防止散服发烧 你还是多穿点吧 我听说冬箱那边有人搬家 崭新的家具扔的到处都是 不过现在太热了 还没人捡 婆婆平时最大的乐趣 就是捡破烂 只要人家不要 但看起来有用的东西 她都要捡回家洗洗继续用 包括但不限于衣服 鞋子 没喝完的饮料 以及没吃完的剩饭 用她的话来说 这是上天的恩赐 只要是免费的 都是好东西 果然 婆婆听了我的话后 瞬间心动 可她刚走到门边 又突然想起家具太大 她一个人搬不动 于是将目光落在儿子身上 见陈刚正在打游戏 最后扎了扎嘴也没叫她 接下来又将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立刻警觉 起身边往厨房走 边走边嘟囔 街好像忘顿了 这可是要给我老公补身子的 我必须在旁边看着才行 婆婆叹了口气 一个人拎着粗绳出了院子 我站在厨房的窗口 看着婆婆脚不虚浮 左摇又晃的样子 心中瞬间明亮 看来这么一折腾之后 她的病情果然又加重了不少 婆婆呀婆婆 这可都是你自己做的 婆婆出门一趟 一直到晚上也没回来 陈刚坐在炕上 一边打游戏 一边喝着香浓的鸡汤 我和小姑子站在一边 眼巴巴望着 却只能肯松馒头 一把游戏打完 陈刚摸了摸圆滚滚的肚子 下炕上厕所的时候 才想起了婆婆 别忙朝我看不来 莉莉 妈出去多久了 都这么晚了 她怎么还没回来 我假装重没关心到 是啊 妈都出去一天了 是不是那家具太大 她一个人抬不动了 要不我们出去找找吧 话音刚落 门口焦急的跑进来两个人 一个是村长的儿子李大壮 一个是大壮妈 李大壮一看到陈刚变急了 结结巴巴的告诉他 你妈要把家具背回 回来 结果半 半路晕倒了 陈刚听到一半 便心急如焚的跑了出去 我抬脚跟了上去 看起洪文也往出走 悄悄将他按下 指了指厨房 外面太黑 你就别去了 我偷偷给你留了一碗鸡汤 你去喝 等我和陈刚跑过去的时候 婆婆正仰面躺在地上 额头又变得滚烫 身上爆汗 就连身上棉衣也湿透了 我们俩好不容易才把他抬回家 吹了会风扇 婆婆的意识才逐渐清醒一些 可他醒来第一件事 就是要求陈刚把风扇关掉 太费电了 妈把钱攒下来 给你留着比什么不强 对了 我拉回来的家具呢 陈刚忍不住回队 人都这样了 谁还管得了那破家具 妈 要不然明天咱们上医院瞧瞧吧 别真有点傻事 陈刚话说到一半 就被婆婆劈头盖脸一顿骂 去什么医院 那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 你疯了 去了就得花钱 妈还想把钱给你攒着呢 再说了 我身体好着呢 没什么大事 发他汗就好了 婆婆说完 又把被子使得盖了盖 看到婆婆这个样子 陈刚转身去厨房 把自己剩的最后一个大鸡腿奉献出来 妈 你吃点鸡肉 不补身子 婆婆健壮 喜笑颜开 却坚持不肯吃 眯着眼睛直夸儿子 妈不饿 儿子你留着自己吃 你最该补身体了 妈不爱吃这东西 对了 上次我捡回来的祸香症汽水呢 那个好像专制感冒 给我拿来 我去拿 不等陈刚反应 我已经跑出去了 祸香症汽水一共三只 是婆婆去年在村口捡的 平常都不舍得用 宝贝式的藏在柜子里 我拿出来一看 都已经过期很久了 看着婆婆 把三只过期的祸香症汽水 一股脑倒进嘴里 我心里乐疯了 婆婆这是重症养鼠 此时最应该做的是降温通风 婆婆却坚持要关闭门窗 五倍发汗 导致体液大量散失 多不到补充 体温急速升高 异常倒汗 症状已经相当严重了 而祸香症汽水里面含大量 酒精 哪怕是过期的 喝了也只会火上浇油 让它死得更快 果然喝完没多久 婆婆就面色苍白 喊着头越恶心 身上的汗也越出越多 没多久就吐了 整整吐了一个小时 吐完之后 婆婆又蒙起被子呼呼大睡 半夜的时候 她突然兴奋地喊成刚 儿子 我没事了 成刚匆忙跑过去 就见婆婆穿好衣裳坐在床上 脸上多了一丝红润 身上汗也发完了 整个人看上去神清气爽 她高兴地抱着我转了一圈 莉莉 我就说妈身体硬朗 不会有事的 你看是不是 是啊是啊 妈身体果然硬朗 我嘴上附和她 心里却感到可笑 蠢猪 这哪里是身体硬朗 森明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 高热 皮肤却干燥无汗 意识不清 就是热射病的重度表现 看婆婆的症状 恐怕这会儿 内脏都快烤熟了 我将目光落在婆婆身上 她嘴里小声念叨着什么 抬手拼命要把毛裤往头上套 看起来这意识 已经严重不清醒了 但成刚只顾着她妈身体硬朗 看着没事 便拉着我离开了 临走时 我默默替婆婆把房门关紧 好让屋里更加闷热 我面带微笑 手指不自觉打起节奏 默默掐算着最后的时间 第二天一大早 我起来做饭的时候 看见婆婆的房门还锁着 经过门缝时 还能隐隐约约闻到一些腥臭的味道 我推了推还在熟睡的成刚 声音有些担心 老公 都九点了 妈怎么还没起床 她平常可都是六点钟准时起床的 不会有什么事吧 成刚昨晚一直打游戏到凌晨 刚睡下没多久 就会困意正盛 根本没在意我的话 哎呀你烦不烦 妈想睡就让她多睡会儿 非让她起床干什么 估计是感冒的原因 别管了 你去做饭吧 她不耐烦地挠了挠耳朵 翻了个身又继续睡了 我撇撇嘴 转身进了厨房 厨房的大半家具 都是婆婆在外面捡人家用过的 为懒的打扫 因此都脏兮兮的 覆满灰尘 只有那扇窗户每天都擦 所以看起来透亮清明 每次我在窗边切菜时 总能透过窗户 看到院子里的杜鹃树 风一吹过 红色的花朵飞扬而落 明亮而美好 我特意换上平常 舍不得穿的衣裳 用心炸的猪油炒菜 又蒸了一大锅米饭 四菜一汤 十分丰盛 日上三竿 陈刚才懒洋洋地 从被窝里爬起来 等他洗好脸 我早已贴心地 将饭菜端上桌 看着眼前丰盛的早餐 陈刚的眼睛亮了亮 这么多好吃的 老子能吃三大碗 我笑眯眯地点头 将成好的米饭递给他 那就多吃点说完 我也自顾自坐下吃饭 吃到一半时 陈刚才一拍大腿 猛地想起了自己的老母亲 妈怎么还没起 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陈刚打个宝格 一边说 一边穿鞋往婆婆屋里跑 我也匆忙跟了上去 陈刚敲了敲门 见没人应答 索性一脚踹开了门 屋里光线很暗 婆婆躺在床上 微闭着双眼 纵然盖了八层后背 可依旧浑身发凉 颤抖不止 稍微凑近一些 甚至能闻到一股细微的腥臭味 见到陈刚 婆婆痛苦的表情 我带你去医院 陈刚哭得像那人 很明显慌了 母子俩看起来很感人 我站在一旁 目光却被婆婆感受得面容震惊 仅仅一晚上的功夫 婆婆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头发凌乱 面色憔悴 两边的骨头都凹陷下去 硬糖发黄发黑 脸上还长了很多紫黑色的小斑点 婆婆抬手去抓那些斑点 一边喊得痒 一边要儿子快去帮他烧点热水洗个澡 陈刚抬手在脸上抹了把眼泪 有些急眼 还洗什么澡 都这会儿了 没人嫌你不干净 嘴上说着不嫌弃 可陈刚把婆婆抱着往外跑的时候 明显还是憋住了气 他随手捡起一个木凳 向我砸来 声音急促 你是死人吗 妈都这样了你 还不赶紧去借车 我侧头避开木凳 滴滴应铃声 随即慢悠悠地出了门 临走前还听到陈刚自言自语 这身上到底什么味儿啊 真够冲的 我咧开嘴角 低声笑了一下 除了湿臭 还有什么味道 能这么浓烈 老太婆这是最后的回光返照了 就算真送到了医院 也肯定就不回来了 我心灾乐祸地出了门 磨蹭了大半个钟头 才跑到村长家 村长有一辆面包车 但却不愿意借 最后只借到了村长家拉莫的旅车 等我和陈刚一起把婆婆送到医院的时候 婆婆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婆婆被推进急救时 我站在门口焦急等待 而陈刚 则淡定地坐在椅子上低头打游戏 一局游戏还没打完 医生那里传来消息 婆婆由于进行重体力劳动 且长时间处于高温封闭空间 大量出汗 导致心率急速下降 同时发生急性肾衰竭 单衰竭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伴随多器官功能衰竭 最终抢救无效 对于医生所说 陈刚沉溺在游戏里 基本没听上几句 直到最后游戏结束 医生把死亡通知单交到他手里 陈刚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他愤怒地将手里的通知单 和病例单悉数撕毁 随即发疯一般冲向医生 扯着对方的脖子 毕生控诉 你说什么 你把我妈给治死了 你这拥医 老子要告你 我妈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感冒 你竟然把她给治死了 你算什么白衣天使 你这是蓄意谋杀 老子要打死你 给我妈偿命 陈刚越说越激动 医生皱着眉 还在耐心跟她解释 你妈妈是死于热射病 并不是普通的小感冒 这个病很危险的 而且你们送来的时间太晚 你放屁 不等医生说完 陈刚便抡起拳头 狠狠砸了过去 都是你无能 才害死了我妈 老子不会放过你们这医院 老子要让你们所有人一起偿命 否则就赔钱 一百万 一分都不能少 不然我绝不会放过你们 陈刚说完 像个无赖一样 盘着腿往医院大厅一座 根本没有想走的意思 这下大家都明白了 他是想一闹敛财 根本不是痛苦母亲离世 陈刚在医院大喊大闹 闹头了好一阵子 本来想额钱 没想到医院直接报了警 警察来了解情况后 把受伤的医生和陈刚 一起带回警局做笔录 陈刚蓄意伤人 至少也得进去单一段时间 被抓时 陈刚拼命反抗 并大声替自己辩解 抓我干什么 是他们害死了我妈 你们会不会当警察 应该去抓这些无良医生 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老婆可以给我作证 我才是受害者 不信你们去看 我妈现在还在里面躺着呢 陈刚喊破了嗓子 但现场没有任何一个人理会她 无奈之下 陈刚只能把目光 陈刚落在看热闹的人群里 对着人群 慌乱地喊我 历历历历历 快过来帮我 我躲在人群最后 默默将这一切落入眼底 在目光和陈刚对视的一瞬间 幸灾乐祸地冲他摇摇头 随即潇洒地拍屁股走人 就他 想屁吃 我巴不得他早点下去 和那老太婆团聚呢 我回到家的时候 天色已经不早了 桌上的饭菜已经凉透了 季红坐在门口 肚子咕噜咕噜叫个不停 一看到我便满脸欣喜地抱住我 嫂子 你可算回来了 我告诉他 婆婆没抢就过来 死了 陈刚也被警察抓走了 季红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轻轻嗡了一声 随后便抱着我撒娇 嫂子 我肚子好饿 于是 我又重新做了一大桌丰盛的晚餐 这顿饭几乎用掉了厨房一半的同货 包括婆婆给他儿子补身子的老母鸡 也被我抓了三只顿汤 我坐在餐桌前 和季红一起 一口一口吃光了所有的鸡肉和饭菜 直到肚皮发胀 才停下 这应该是我和小姑子 这些年吃的最宝贝一次了 小姑子睡下了 外面忽然下起雨来 我站在窗口 默默瞧着院里的杜鹃树 心里却无味杂沉 杜鹃树下的泥土被雨水浸湿 土壤松动 底下似乎藏着什么不可见人的秘密 于是我扛着锄头 冒着大雨来到树下 一点一点挖了起来 挖到一半的时候 手里的锄头似乎瘦 到了阻力 我吓得跌坐在地上 但很快又意识到什么 扔掉锄头 蹲在地上 拼命用手挖了起来 这时 一阵敲门声响起 我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 大半夜的 会是谁 我起身一点点靠近大门边 刚想透过门缝 看清外面是谁 就听到陈刚暴躁的声音 徐力 快点给老子开门 砰砰砰 陈刚不是被拘留了吗 他怎么会突然回来 正当我思索的时候 外面又传来陈刚的踹门声 徐力 你个贱人 再不开门 老子把你杀了 敲门声还在继续 我快速把院里收拾干净 这才慌慌张张的跑来开门 一开门 就看到陈刚阴沉着脸 怎么这么久才开门 我不打反问 你怎么回来了 别提了 陈刚叹了口气 用手拢了拢肌窝一样的头发 推开我往里走 真他妈倒霉 不光死了老妈 最后连一分钱都没捞着 亏死了 陈刚一边说 一边晦气的往地上涂了口痰 他催促我 饿死了 去给老子下碗面 我忍下心里的疑惑和怨恨 点了点头 抬脚往厨房走 进屋时 陈刚的目光掠过院外的杜鹃树 随即叫住了我 莉莉 你刚才在院子里干嘛了 没干嘛 想馋点土活泥 把灶台呼一下 没想到中途下雨了 不过 我总觉得那棵杜鹃树 风水不太好 要不改天 我们把它拔了吧 我边说边抬头去看陈刚的反应 果然透着一股心虚 他皱了皱眉 明显有些急了 好好的一棵树 有什么不吉利的 行了行了 你赶紧去做面条吧 我这还饿着呢 明天还要上医院 把妈的尸体拉回来 是多着呢 陈刚说完 自顾自的进了礼物换衣服 我也转身进了厨房 第二天一大早 陈刚早早去顾一辆面包车 催促着我一起去医院 经过昨天一闹 医院的人对陈刚的印象都不太好 等到婆婆的尸体带出来之后 陈刚又催着我赶紧回家 我捂着肚子 满脸痛苦 昨天好像吃坏肚子了 我想去上个厕所 真是拦驴上墨屎尿多 赶紧去 妈还等着下葬呢 好我点点头 捂着肚子快步跑进医院 但并没有往厕所的方向去 而是找了新来的小护士 打听陈刚的事 这一问才知道 原来陈刚被警察抓走后 医院和被打的医生都要告他 陈刚没办法 只能跪在地上卖惨 使就磕头 又说自己不懂法 只想了老母亲没了 他也就没法活了 当晚还在警局上演了一出 寻死命活的戏码 医院看他可怜 又刚死了母亲 认错态度也诚恳 便打算放过他 被打的那名医生也自认倒霉 好在只是皮外伤 也就没再跟他计较 小护士说完 忍不住扎了扎嘴 像这种厚脸皮无赖 要是真沾上了 那才叫倒霉呢 我们医院也不想惹事 婆婆的尸体运回家时 陈刚顺便买了一副便宜的棺材 等回到家 还没来得及些口气 他又对着我催促起来 你赶紧去做菜 妈的丧事是大事 咱们要给他大办特办 把全村人都请来 陈刚说完 拿了包烟 就去找村长商与婆婆丧事了 陈刚要在村里 给婆婆办流水席 还给全村人都传话 让大家务必都来 我站在厨房 按照他的要求 和季红一起做了一大锅饭菜 装好盘子 一一摆上洗面 然后和陈刚坐在院子里 等村民的到来 可这一等 就等了两三个小时 村里的人 谁都没给陈刚这个面子 陈刚一连抽了好几根烟 气得大喘气 干脆一脚踹翻了洗面 对着村口的方向破口大骂 草他奶奶的 这群王八高子 好歹一起住了这么多年 竟然没一个愿意来的 真是没人情味 陈刚句句不离脏话 扯着嗓门大骂村民 不讲人情 没有良心 我坐在一旁默默听着 心里却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 毕竟村民又不傻 陈刚母子俩 平日里空门惯了 别说请大家吃饭 就算是一根葱 也舍不得拿出来 从来都只有他们 占别人便宜的份 而这次去破天荒 要跟老娘办喜 这不是明摆着 想收大家的份子钱吗 吃了饭就得掏钱 这顿饭自然也就没人愿意来吃 我以为不会有人来了 便起身开始收拾 没想到 还是来了一个人 村长站在大门口 看着院子里的桌椅 歪歪扭扭倒了一地 饭菜也被陈刚发泄的满地都是 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于是干脆站在大门口 陈刚看到村长 立刻收脸嫩气 满脸堆笑的请村长进门 村长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的 快进来坐 我这就让丽丽给你端菜 村长连连摆手 不用了不用了 我刚吃过饭 你妈没了我也很心痛 我过来就是悼念一下 告诉你们不要太过伤心 哦对了 昨天你把烟落在我家了 我顺便给你送过来 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家里还有点事要忙呢 村长把陈刚昨天带去的那包烟还回来后 便转身离开了 望着村长远去的背影 陈刚恶狠狠地往地 尚脆了一口 你不是还想要村长家那块地 给妈挖坟吗 那现在咋办 妈买哪呀 买他妈我脸上 陈刚一把推开季红 脸色阴沉 一把老骨头 临死没落下一分钱 还让老子倒赔了不少 还他妈买什么买 直接扔后山得了 当天陈刚便把婆婆的尸体 用草席卷了扔到后山 连个头都没磕 陈刚回来的时候 脸黑得不像话 看见什么都要踢一脚 最后把阴沉沉的目光 落在季红身上 脑子一转 突然笑了起来 季红 你好像发育得不错 季红连忙往我身后躲 我一把将他推出门外 嘱咐道 你哥心情不好 我陪他待会儿 你出去玩 不叫别回来 等到季红走后 陈刚一巴掌落在我脸上 语气不善 臭婊子 你坏我好事干嘛 我捂着脸 全都快捏碎了 却还是忍住 换做一副笑脸迎上去 老公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那丫头不会说话 留在这里才会惹你不高兴 所以我给你买了两瓶酒 想着让你高兴一下 听完我的话 陈刚脸上的怒意散了一半 他在我脸上狠狠掐了一把 似乎有几分动容 莉莉 还是你对我好 村里那帮王八蛋真不是东西 我搂着陈刚的胳膊 把他扶进屋里 一边替他倒酒 一边笑眉眉的回忆 你是我老公 我当然要对你好 老公你先喝着 我再给你做两个小菜 说完 我转身进了厨房 我把刚炒好的菜 盛进盘子里 目光透过窗外 刚好落在院里的杜鹃树上 杜鹃花开得正艳 微风拂过 更显妖娆 红彤彤的 像血一样 等我把菜端出去 陈刚已经喝完大半瓶酒了 他家的块炒鸡蛋放进嘴里 指着那瓶色泽红润的酒问我 你买的这是什么酒 味道怎么怪怪的 我一边殷勤地往他碗里加菜 一边低声回答 哦 这是用玫瑰酿的酒 听说喝得对甚好 还能舒缓心情 最近咱们家出了这么多事 我想让你心情愉快点 而且家里太冷清了 我也想早点给你生个代把的 听到这话 陈刚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他直接拿起酒瓶 咕噜咕噜喝光了剩余的酒 那老子必须多喝点 不不慎 你会干大事 我陪笑着 连忙又给他开了一瓶 一边倒酒 一边把热菜往他碗里加 由于情绪上头 又一连好几天没怎么吃饭 陈刚挤筷子 便吃干净了桌上的菜 而那几瓶酒 更是不在话下 酒足饭饱 陈刚用力打了个宝格 色眯眯地朝我扑了过来 莉莉 你今天一定得把我伺候舒服了 放心 肯定让你舒服 我冷笑一声 快速避开了他 陈刚扑了个空 整个人差点摔在地上 瞬间怒气冲冲地抬手指着我 准备破口大骂 可才骂了两句 他便感觉到了不对劲 浑身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随之而来是疯狂呕吐 吐够了 陈刚又大叫着要上厕所 可还没走两步 又迅速摔倒在地 排泄物拉了满满一裤兜 陈刚察觉到不对 捂着肚子抬头看我 眼里满是不可置信的神色 碧莉 你这贱人 你在饭里放什么 巴豆 我捂着鼻子 满脸恶心地退到门外 忍了那股恶臭 告诉他真相 巴豆也太仁慈了吧 像你这种人渣 我当然要用更狠的 我指着院子里的杜鹃术告诉他 我知道杜鹃花有毒 所以我在饭菜里添加了 致死量的杜鹃花粉 不光如此 那几瓶玫瑰酒 其实原材料根本就不是玫瑰 而是杜鹃 是杜鹃花亮的酒 你整两喝了五大瓶 怎么会 丽丽 你不会这样对我的 你快送我去医院 陈刚脸色变了又变 一边吐着苦胆 一边爬到我脚边 求我送他去医院 我却嫌弃地一脚踢开他 扛起锄头静直 跑到杜鹃树下 疯狂挖了起来 由于刚下过雨的原因 土俩松软了许多 因此 我很快便挖出了里面的一堆白骨 我颤抖着手 将那些白骨 竹衣拼凑起来 那是一具婴儿的事故 我指着那堆骨头 恨声问陈刚 你还认得他吗 陈刚的脸刷了一下就白了 他额头疯狂冒汗 拼命摇头 不是我 这都是妈的主意 当年你生下小满 妈见她是个女孩 所以才给她为了安眠药 骗你说孩子腰折了 也是妈让我把她活埋在树下的 妈说活埋女婴 下辈子她就不敢来了 我再也听不下去了 颤抖地跪在地上 把一些白骨捧在手里 无助 悲痛 恐惧 追心的痛 源源不断向我袭来 我的孩子 原来是这么没的 陈刚突然捂着肚子 在地上疯狂打滚 他朝我招手 莉莉 救我 我恨恨地盯着他 绕而冲进屋子里 翻箱倒柜 把家里所有的安眠药翻出来 悉数塞进他嘴里 你是畜生 就算给我女儿偿命 我也不会让你好死 季红突然推门进来 看到这一幕时 他脸上表情很淡定 直到陈刚 爬向季红的方向 哭着向他求救 季红的脸上 才有了一丝表情 他轻轻勾起嘴角笑了笑 哥 临死前再告诉你一件事吧 其实我和嫂子 都是重生的 上一辈子 小满死了 我帮你和妈瞒着嫂子 却没想到 你们竟然把我卖给老头冲喜 这一事 我要帮嫂子一起报仇 让你和妈都不得好死 听完这话 陈刚脸色胀红 抬起手想要去打季红 却在抬手的一瞬间 猛地喷出一大口血 最终倒在地上 双目星红 死不明目 我和季红一起把陈刚的尸体 拖到菜园的地窖里 那里面排了几条毒蛇 闻到血腥味 正疯狂吐着信子 他中了剧毒 早就错过了抢救时间 死是必然的 他只能在这阴暗的地窖里 变成一堆烂骨头 眼下 他也把村里的人得罪光了 想必没人会来看他一眼 我找了一处山水清秀的地方 让小满的尸骨入了土 季红跪在我面前 哭得满脸泪痕 嫂子 说我对不起你 伤辈子我不该帮他们一起瞒着你 但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小满已经死了 我也是怕你知道伤心 我摇摇头 伸出手替季红擦干眼泪 不怪你 重活一世 我唯一的愿望 也只是想替我女儿报仇 她还是个阴暖 不该死得那么惨 前世我被她们瞒骗 还好心想救婆婆 却不想她们恩将仇报 害得我和女儿双双惨死 这一世 我所走的每一步路 都无比沉重 如今大愁的报 我的心却依旧悲痛万分 只希望下辈子 我的女儿能过得幸福快乐 不管怎样 生活还得继续下去 邻间微风吹拂 我和季红一起离开了这个村庄 车上 季红抱着我的胳膊酣睡 一缕阳光透过车窗 照在她的脸上 红扑扑的 像红苹果一样 很可爱 我望着这一幕场景 陷入沉思 如果小满还活着 肯定也很可爱吧